哇哇哇 史蒂文这一次也太有口福了吧 北美炭烤牛肝当做晚餐 麻辣风干牛肉当做零食 铁板牛肉做成面团肉夹馍 还有什么牛蛋刺身爆炒牛舌 那感觉简直不要太爽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吃瓜姐 喜欢我的视频的别忘了点个赞哦 在墨西哥北部山区里 这里的野牛多到简直没有人要似的 当地政府恨不得将它们给团灭了 因此慢慢就开放了猎人对其进行猎杀 这一次史蒂文来到了朋友的私人猎场 目标很简单 他要搞一头上千斤的野牛回去换换口味 猎头墨西哥成年野牛至少要两千斤以上 要是让他搞上一头 起码煎牛排都能煎上半年了 史蒂文背着把狙击枪来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处开阔的山谷 地势平坦一望无尽 他透出望眼镜边走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可惜呀这会除了碎石和枯燥以外 什么鬼模型的野牛 愣是毛都没有发现一根 但是如果了解野牛习性的话 你就会知道野牛居无定所 想要在如此宽阔的草原找到它们 那简直就跟大海捞针似的 来世朋友告诉他 想要找到野牛 必须要找到既有牧草 又有遮挡物的地方 如此炎炎夏日之下 野牛们通常会躺在阴凉处 必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转眼史蒂文就在树林下 发现了野牛的踪迹 有了线索 他继续在附近进行搜索 在火辣的太阳之下 他就这样寻找了两个小时 终于在一处山坡之下 发现了久违的野牛群 野群黑不溜秋的野牛 正在树林下休息 史蒂文正属于野牛的逆风处 野牛根本就闻不到死亡的气息 可是史蒂文这时并不打算靠近对其射击 因为天气炎热 若此时击倒野牛 在高温之下 短时间内 牛肉就会腐烂变质 野牛的体型较大 脑子也不太聪明 因此锁定目标之后 要追踪起来 那简直是轻而易举 史蒂文根本就不担心 他们瞬间跑掉 就这样一直等了好几个小时 太阳快要下山了 时间来到了下午5点 周围开始阴凉了下来 史蒂文知道 击杀的时间到了 他漫不经心的 给枪械装上了华生米 接着冰冷的枪口就对准了牛群 一声枪响 目标野牛应声倒地 整个牛群突然受惊起来 但是这些不再聪明的野牛 跑了几步又停下来继续吃草了 换作当地的牛仔猎人 估计整个牛群都要被一锅断了 野牛皮和牛肉浑身上下都是money呀 据说这样一头野牛 至少能够卖到6000多大刀呢 幸好史蒂文并不是一个贪心的猎人 他只需要搞上一头野牛 填饱肚子就行 这是一头成年的公野牛 但是这牛肉足以填满史蒂文的冰箱 他马上开始对野牛进行处理 首先先是割断野牛的喉咙 进行缝血 接下来就是扒皮割肉 再将牛腿挂在树上风干 这是进行简单的排酸处理 这样能够有效地保证肉质的新鲜口感 处理完野牛之后 时间来到了深夜 忙活了一天的猎人 早已鸡肠鹿鹿 这次史蒂文准备吃一个牛蛋刺身 他用小刀切下牛蛋 再把胆汁撒到牛蛋蛋上 这样一道美食 牛蛋的刺身就做好了 至于味道如何嘛 这味道上头了 史蒂文根本无福消瘦啊 贝宾无奈 他只好生气火 最后就烤起了牛肝 这才让他保持了一顿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 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搬育牛肉 这次他叫来了当地的牛仔 帮忙分解牛肉 有了帮忙 很快整头牛就被带出了荒野 回到了营地 史蒂文把牛肉切成片片 再撒入各种调味料 腌制入味 最后就是太阳下凉晒起来 几天以后正宗的麻辣牛肉干就做好了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那你就大意了 接下来还有炭口牛肉片 牛肉大饼 大酱卤牛肉 大锅炖牛心 还有报酬牛肉丝 哈哈 看完这视频 你饿了吗 好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吃瓜姐 我们下期再见咯